三分明注定,七分靠大拼 我们这个歌,这个话 三分明注定,七分靠大拼 习以为常了 实际上 要打起不止七分 要十分,十二分的精神 去面对人的一生 而真正的实质 所谓天命 你要倒过来 七分明注定 所以我们更要拿出 更多的部分 去了解 改善 慢慢地调整 修正自己的人生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季音的五读书 但是没有办法 不得已 所以倒过来 靠读书 然后 击音德阳德 再多注意 什么风啊水啊 但是最好的风水 一定是在 这个心中 心态 内在的风水 你看这个 基颠和尚 他 也修道啊 他不是不懂 他真正的历史上 他是 从佛入了道 而今 崇拜师 露了刀门 他 就是要传承过 佛祖行动流 同时呢 鞋而破 貌而破 身上加沙坡 他不在乎外带的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 看这个运 实际上都是连带关系的 运气 运气 你活着这口气 运的也是这口气 什么气 五行之气 把你身体内的 精气神 他都是相连带的 为什么道众修身 身体同样很重要 你把这个气 理顺了 你的思想 也会跟着 变 想法做的 想法做的事 都会慢慢的 理顺 是理成章 顺其自然 心态也好 即使外界怎么样 对我没影响 那么就是 你的运气 就会运了 自然慢慢就好了 再怎么困难 外人看来很痛苦 实际上 你内心很快乐 我心里 什么都有 我自然是富有的 这才是真的富有 而不是你到处外求 一群人的狂欢 是吧 到最后心里空落落 最后 才是命 我尽了所有的能力 最后 那叫命数定数 那个结局 盖观论定 那才叫命 在之前都有改变 调整的机会 都有余地 但是 它也是 一个慢撒气 一事 岂能盖事 是 你这一辈子 所能做的 是你累生 累生 累劫 多少 千万一劫 劫了多少缘分 该有的 不该有的 老天让你忘记 很多东西是保护你 不知道怎么好 你这一辈子